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她很多活动造型都容易翻车 看手臂就知道杨子相比其他女艺人比较有肉感 没有那么纤细 但这也是她独特的地方 不盲目追求瘦 她现在上镜就刚刚好 瘦而不柴 很健康的身材 另外紫色纱裙还点缀了立体花朵 肩膀和裙摆都有 杨子这次的发型也相当给力 齐刘海遮住额头 后面的头发盘起来 完全就是甜美小公主的类型 虽然每次几乎都是齐刘海 但杨子真的超级适合这种发型 发型盘起来露出了天鹅颈和香肩 显瘦效果更好 脸蛋也有肉感 脸上肉多更鲜小 少女感十足 杨子的颜值虽然不是特别惊艳 但十分耐看 大眼睛高鼻梁樱桃小嘴 组合在一起舒适大气 长耳饰有拉长脸型的作用 适合像杨子这样肉嘟嘟的脸 仔细看 头顶上还有一款和尔氏配套的发孤 简单的发孤 没有多余的设计 隐藏在头发中 发孤和尔氏都是红绑石色系 红色为香育子里裙 注入了妩媚和活力感 杨子隔着口罩都能感觉可爱 马上30岁的人看起来还像18岁的少女 这张和贾玲错位的背影 照上了热搜 贾玲看起来像是坐到了杨子的腿上 画面着实有趣 而且两人一个穿紫色 一个穿粉色 色系相近 融为一体的感觉 有了灵姐的衬托 杨子看起来更瘦了 露出的美背完美无缺 杨子的背看起来很薄 做的也挺直 即使不看脸 也知道是个美女 她这次的造型师真的用心了 当然 杨子身材也给力 大家喜欢她微薄之夜这次的打扮吗